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词说的正是我们湖南的妹子 我们一日三餐可是无脑不欢哟 大家知道湖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我来告诉你 因为它的面积大部分都在东京湖的南边 所以叫湖南 湖南在中国的中部地区 湖北 重庆 贵州 广西 广东 江西 都是湖南的邻居哟 我的家乡湖南 自然风景非常美丽 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 大家想不想去见识见识呀 那就赶紧坐上我的小飞机 出发吧 坐第一站哦 我们先到东北边的岳阳市 看看古老的岳阳楼 你们看 一艘艘大货船在湖面上行驶 这里就是洞庭湖啦 大家知道吗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哦 是不是很宽阔呀 洞庭湖边上的这座古楼就是著名的岳阳楼啦 它可是我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呢 你看 岳阳楼刚十九米 上下总共三层 告诉你哦 这么大的建筑 没有一根钉子 完全依靠木质构建的彼此连接 是不是很神奇呀 不光这个 这里的风景也非常漂亮 从古至今就有着 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的美誉 北宋诗人范仲淹的著名作品 岳阳楼记 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 岳阳楼的名声就更大了 站在岳阳楼上 你是不是也想迎身一手呀 看完岳阳楼 我们接着往西边走 湖南的西边是山的王国 我们一起去看看岩石森林 当当当当 你们看 这里就是岩石森林 张家界啦 一座座高大艇吧 表面平直 造型奇特的石峰 拔定而起 前后左右排的秘密的 要不是见识了 张家界石森林的真面目 我们可能会以为 这样奇特的石峰 只有在盆景上才能看到呢 说到奇特 张家界里还有很多 让人感到不可自已的景象呢 你们看 在山的中间有一个大窟窿 这个大窟窿叫天门洞 是世界奇观之一 下面有一条长长的阶梯 通向天门洞口 我们站在阶梯上 望着天门洞 可以感受到通往天界仙境的奇特幻想 也终以为这样 这里被称为天门山 来到张家界 还可以挑战一下天门山所到和玻璃桥哦 哈哈 天门山所到就是坐缆车啦 在缆车上面可以清楚看到山与山之间峡谷的景色 走在玻璃桥上就像在天空中行走一样 看完了岩石森林 我们接着往南边走 到湘西自治州去体验一下苗寨生活 这里青山绿水 还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古墓建筑 告诉大家哦 这里就是我们国家最美丽的小城 凤凰古城啦 你看古城中间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叫陀江 在陀江两边的古墓建筑 就是有名的吊脚楼啦 这里的人为什么要住在吊脚楼里呢 让我来告诉大家吧 因为这里很多山地 江河里也会发大水 吊脚楼不仅可以让房屋在凹凸不平的山地里建起来 还可以避免被大水淹没哦 另外还能防止野兽和毒蛇的攻击呢 所以人们就把楼房建成这种形式 是不是很聪明啊 呵呵 在凤凰古城 我们还能看到一页页小装划过 还有很多穿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哥哥姐姐呢 这就是苗站人们生活的场景啦 看完了美丽的自然风景 我们接下来再说说吃 湖南菜又称香菜 口味上注重香辣软嫩 都说西川人爱吃辣 我们湖南人也是辣味的忠实粉丝啊 来到这里 当然不能错过湖南名菜剁椒鱼头啦 它可是被评为湖南十大经典名菜呢 用姜 葱 蒜等配料装熟的拥鱼头 加入做好的剁椒 淋上热油 哇 简直肉质细嫩 口感软糯 鲜辣爽口啊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我们湖南人爱吃辣椒 这是跟湖南的地理环境有关的 湖南这地方多雨 潮湿 吃辣椒可以郁寒驱风湿 还可以让人食欲大开呢 还有香辣鸡丁 麻辣小龙虾 这些辣味十足的美食 吃完肯定让你直呼过瘾 吃完了重口味 我们再来尝尝血巴鸭 它可是湖西最有特色的地方菜之一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血巴鸭其实是鸭血和糯米制成的 再加上鸭肉一起焖制而成 味道香辣 鲜美可口 真是色香味俱佳呀 在凤凰古城吃饭呢 一桌子菜上来 要是没有血巴鸭就等于菜还没上齐 要是家里有远方的客人到来 主人家一定会亲手做份血巴鸭来带课 除了这些 一定还要去长沙的美食街 那里有阳明天下的臭豆腐 糖油粑粑 多罗等等 简直是吃货的天堂啊 吃饱喝足了 当然是要到好玩的地方消消食啦 小消香推荐大家去看赛龙舟 在每年的端午节期间 我们都会在蜜罗江上进行滑龙舟比赛 根据龙舟的大小 滑龙舟的人数也不一样 细长的龙舟 船头是龙头的样子 船尾则是龙尾 多使用木头做成的 然后再画上彩绘 所有的龙舟排成一排 比赛开始时 龙舟两旁整齐的脚 一上一下的滑 船上的赛手们还互相鼓励打气 场上吆喝声 铁炮声 烟炮声 左纳声 一起响起来 各有龙舟像一块五彩的飞毯一样 整齐前进 塞龙舟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活动 在古时候 我们南方水汉灾害频发 人们就想着通过龙舟来祭祀龙徒藤 祈求神灵保佑 避免常见的水汉之灾 直到今天 滑龙舟还成为一项体育竞赛呢 每当赛龙舟时 爱上都挤满人 大家都在鼓掌喝彩 可热闹了 总之啊 我们湖南 人节地灵 美食丰盛 还有很多大自然的奇妙风光 等待你来欣赏 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好地方 欢迎大家来做客呀 呵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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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